大家晚安 跟昨天相比 今天在早上 以及晚上之后的低温 有回升一点点 在台南以北地区 低温大概是来到10到13度 不过以海空旷地区 还是比较偏冷的 低温大概是有来到 8度到9度之间 那么其实在来白天开始之后 气温是越来越温暖 尤其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 甚至是有来到26度 而另外我们看到 在东半部地区 比较难快一点点 但是也有22到24度的高温 整理来说 今天全台湾都是一个 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那么只有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些零星的教育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整理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那么又要一直到 明天礼拜一上班日之前 都会维持这样子一个天气形态 各地多云稻情属于干冷的天气 那么感受上其实是蛮舒服的 尤其是在白天 温度都有20度以上 所以大家也赶快把握 这两天的好天气 如果说家里有要大扫除 或者是有初游规划的话 可以赶快来计划一下 那么其实带大家来关心 那么大家今天 比较冷的地方 到底是出现在哪里 那么今天可以发现到 比较冷的地区都集中在 包含了新竹跟苗栗 主要还是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今天的清晨最低温 就出现在苗栗的头屋 低温只有8度 还有苗栗的灶桥 同样都只有8度 而另外在新竹的峨梅 跟新竹的宝山 也只有8.3度 早晚都是比较偏凉 特别是沿海空旷地区 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早晚一定要多加一些衣物 比较保暖才不会感冒了 那么另外大家很关心的是说 我们看到空气品质的部分 因为其实这两天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 今天我们看到了 明天的一个预报 其实今天包含了 中南部地区都有出现了 橘色的提醒之外 在明天空气品质同样不好 主要还是受到 因为这两天吹的是 比较偏东风的关系 所以在西半部 包含了竹苗以南地区 空气品质都满差的 那么在中部以及云嘉南 甚至是亮起了红色警示的红汗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说明天上班日 特别是中部地区 还有云嘉南的观众朋友 在上班 或者是有在户外进行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 比较不会感受上这么的不舒服 那么还要再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概况了 那么一个礼拜的天气形态 刚刚有讲到 在明天跟今天的天气 其实是蛮类似的 低温表现上面 大概整个来说都是在10度左右 早晚依旧是比较冷的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穿暖 不要被白天的阳光 或者是说白天温度 比较好一点点 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就少穿了 建议您还是要用洋葱式的穿法 才不会感冒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甚至是长辈们 提醒您最好建议是洋葱式穿搭 而因为就随期来的比较少 所以在礼拜一之前 我们看到了 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整体感受是蛮舒适的 不过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天气 比较不好的时间点就会落在礼拜二 礼拜二主要又有一波的冷空气下来 那么东北季风的吹拂之下 看到在北部地区 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跟东半部地区一样 都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天气 水气会比较多进来一点点 也因此是容易下雨的天气 再加上冷空气下来之后看到 在高温的表现上面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 高温只剩下不到20度 所以温度的落差是蛮大的 因为今天在北部的高温 甚至可以来到25 26度 一口气会少了大概6度以上 在白天的高温表现方面 所以提醒大家在礼拜二这一天 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 而好消息是在礼拜三开始之后 整个我们看到天气的环境 会转为更趋地稳定 在礼拜三开始 冷气团还有大陆东北季风 减弱之下我们看到 这气温不断是逐渐回暖 包含在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天气更好了会转为晴天 多云道晴 那么到时候高温也是一样 有机会可以来到26度 真的是蛮温暖的 甚至这个好天气 有机会一路持续到过年前 那么在过年之前 都是一个这样子各地多云道晴 好天气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那么紧接着提供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给您 南部地区明显是好天气 高温表现来到21到25度 紧接着往中部走 中午同样天气很好 但是留意空气品质比较不佳 建议您在户外的时候还是要戴上口罩 往南部走 南部同样是好天气 高温甚至可以来到27度 而东半部地区明天也是多云道晴 高温表现来到23到24度 外岛金门地区还有马祖 观众朋友提醒您 这几天容易会有局部雾的出现 最后天气小滴宁再次提醒大家 早上跟晚上都是比较偏冷的 低温都可以来到10度左右 所以还是一定要穿暖 那么再次提醒住在金马地区的观众朋友 这两天容易出现局部雾 所以交通往返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 而以上就是这一节的中时气象 广告回来请持续锁定中时新闻